六个建议帮助你克服让别人失望的恐惧 我们希望受人肯定,喜欢被依赖,让别人看得起,也担心拒绝别人之后影响人际关系,甚至害怕让别人失望 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我们不得不让一些人失望 而当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做好,自己分内工作时,就可能必须对别人说不 当别人表现出对你不满意,你是否马上焦虑及不安? 如果这样,以下六点建议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或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经历 一,找到他人和自己的需要之间的平衡点 当我们害怕别人失望,就会一直对别人说yes 害怕别人失望的原因,有些源于自我保护机制 例如,不喜欢冲突,内心渴求别人接纳,别人喜欢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要获得别人的肯定和尊重 另外,也可能来自于责任感和承诺的驱使,举凡上级交办的事项,都要完成,不想造成其他人的负担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神确实要我们与人和睦,也要我们单待别人 但若过度讨好别人,没有在爱里保持界限 久而久之,这样的压力会囤积变成痛苦,心会累 到后来还是让人失望,也对自己失望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关照他人和自己的感受与需要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耶稣也让人失望 使徒行传章六节记载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否在这时候呢? 门徒追随耶稣时,一度以为他是来做地上的王,要推翻罗马政府 但耶稣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门徒失望了 连耶稣也让人失望,他比任何跟随他的人都更明白自己的使命和护照 耶稣专注于上帝想要的,不是为了取悦人,或只是短暂满足人 他顺服天赋永恒的计划,不随从地上的政权 三,当我们让别人失望,并不表示我们做错什么 当我们让别人失望,并不全然表示我们做错什么 有以下的情况,我们无法先因应他人的需要 可能是我们正经历个人或家人的危机 需要优先处理,遇到工作,家庭,或服事的转换 需要一些调整,正逢人生重大改变 例如,搬家,结婚,生孩子和空巢期等等 需要时间适应,灵性成长,或学习跨入新的装备领域 需要调配生活顺序 有时当我们跟别人说no时,我们正朝着yes的方向前进 这些项目中的每一项都将需要你以新的方式为自己创造空间 当你为了健康和成长创造更多空间时 你将不可避免地使其他人失望 但请记住,如果这对你有好处 对你周围的人也有好处 四,学会表达,学会拒绝 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在爱里保持健康的界限 诚实表达自己的需要 做不到使用同理心表示拒绝 下到好处的付出和获得 就可以让关系走得远走得久 我们需要为自己的需要负责 别人也要有机会为他自己负责 在关系中,尊重彼此 不过度讨好,不过分照顾,也不无理所求 当我们学会照顾自己,为关系设立界限 就可以克服让别人失望的恐惧 更坦然的地去爱,去给予 五,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当你使某人失望时 请允许他们表达失望 如果能够,请以同理心回应 例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 我知道这是一种不便 你可以尊重他们的经历 而无需道歉,防御或回应 让你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 不是他们的工作 如果他们这样做,那就太好了 但你无需验证 只要诚实,有效地沟通就好 六,不要苦待自己 照顾你的感情不是他人的工作 但失望的人也不能对你辱骂 让某些人失望可能会引起情绪激动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情绪变成有毒的东西 造成对你的伤害 你要重新审视这段关系 是重要有价值的关系 就必须进行沟通处理 如果不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 当你面对让他人失望的恐惧时 懂得处理,你会变得谦卑并获得自信 为自己设定一个健康的目标 明白你不能取悦周围的每个人 学会对别人说不 对自己说事 对上帝想要你的生活说事的力量 对上帝想要你的生活说事